自从有了全新Maurice Lacroix ML这个品牌 有了Icon这个新的系列 可以说这个销售量也是提升的非常的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s Tempe GDC 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在这边要感谢Mid Valley这边的Watch Shop 提供赞助小刚 给小刚看一下这两只手表 如果你喜欢这两只手表的话 或是其他一些品牌的话 欢迎来这边Watch Shop 联络一下Alex我这位朋友 或是来这边有其他的一些 也很friendly的一些salesperson 可以来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折扣非常非常的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 因为期待已久 非常多的表友 曾经有跟我说想看Maurice Lacroix 这一个ML Icon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是近这两三年 应该我没有错 Automatic这个系列自动款应该是2017 18年左右 应该是18年所推出的 因为它之前一出的时候 应该是那时候四水温 所以四水温的时候是出那个十英款 Battery的就是用电池的 后来它就出了这个Automatic 所以非常多人留意这一款手表 原因为什么呢 非常简单 大家也知道 非常像那一种 AP Automat Piguet Royal Org 那一个款式 但是它是有那个 它那个像是因为它类似那一种 Jarrett Jenta 那个大师 那个Jarrett Jenta 那个大师的那个灵感的那一种设计 这一种好像 圆圆四四方方这一种 比较 比较 比较独特的这种设计 但是它不是超AP 因为它看到你看到它的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表圈 Bezel这一边 它不是用螺丝 它是用它这个叫Six Arms 这个它自己 其实就没有螺丝 就是它自己的这个ML 这个品牌 Maurice Lacroix的这个设计 其实还是有它本身这个ML的这个 这个品牌自己的设计 但是这个面盘方面 其实还蛮像这个AP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种类似这种 代用表啊 就是这种代替表的这种方案 其实是非常成功 我觉得是 你跟这一种成功的一个 一个品牌的一个步伐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现在的设计 大家也知道啦 受欢迎哪一些 大家一眼就看得出 然后这些非常受欢迎的款式 我觉得 我个人是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喜欢非常推荐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好像这一些 但是它真的不是超 不是龙超 不是直接超过来 完全一模一样 好像那些小众品牌啦 完完全全超那种什么 绿水鬼啦 submarine 这种 然后只是把这个logo换成 换掉而已 不是喔 这个ML Morris Lacroix 还是你看整支表 细节上啊 其实都还是有它自己的 这个品牌的特色啦 我手上这一支呢 先说一下就是 42mm automatic 就是机芯都是采用这个 啊 施力大 改造了38个小时动力啦 28,800平 28,000 bit per hour 然后这个秒停的功能啊 日期快调 全部都有喔 一样啦也是 大家也知道 这一类这一个等级的机芯都会是 啊在这个 定价是马币7600 啊 before discount 还没有折扣之前喔 这一支是42mm 厚度的话 都是中规中矩 所以这一支如果你是想买来就是正装啊 啊 啊 或是你不啊 就是三针款 这一支我非常推荐 黑面的 或是有一款蓝面的 我这一支个人小钢 啊 觉得 不错 但是 为什么我觉得不错啊 因为我小钢真正喜欢的是 第二支我想推荐的 这一支就真的非常非常吸引我 我真的回头率非常高 因为这支我第一眼看到我真的吓了一跳 就是 哇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不要说他整个设计的那个灵感 不要说那他像那种AP啊 那一种设计的灵感 我单单先说他这一种面盘啊 这个面盘的配色 这一种panda doll啊 这一种熊猫的面盘啊 为什么叫熊猫啊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啊 因为他就是好像啊 这个黑黑的 这个小圈啊 这个tree register啊 这一种啊 用黑色的吗 好像熊猫的眼睛啊 或是个白面 最半上这种黑白配啦 我们叫做熊猫款 我这种也是非常受到欢迎 喜欢表的朋友啦 通常都会非常喜欢这一种panda doll 就是这种熊猫的面盘 最先我要讲熊猫面盘 应该那时候是慢慢开始火热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因为是有那个啊 劳力士的detoner 那个detoner那时候啊 就慢慢慢慢 非常多的这个表场啊 就推出这一种熊猫的面盘 非常非常的呃 因为他熊猫面盘有一个好 是你呃 这个识别度哦 呃 判别度哦 这个阅读的这个方便也是非常的 这个识别度非常的高 因为它白色的面盘 所以你阅读时间方面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所以你看它指针 非常的漂亮哦 这一支 厚度哦 重量哦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重量 非常的扎实这一款哦 哦 这叫ML 这个皮带的部分哦 这边还有这个 Morris Lacroix 这个M的这个logo在那边 非常 拿上手就是一个 呃 质量是感觉非常好 哦 44mm哦 手上这一款 44mm 而且它有个特别是它这个 呃 即时的按把是screwdown screwdown 啊 pusher 就是你是要锁入式的这一种按把哦 呃 感觉就是比较刚性啊 这边 然后基性的部分呢 就是采用 呃 ETA7750所改造的 啊 48个小时动力啦 28800平震率啦 呃 这个 然后还有被有这个热气 跟兴气的功能都会有 这一支 44mm 如果我觉得你是有预算 比较有budget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看这一款 定价是11600 before discount 这一支 非常个人非常推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支 这一支 这一支是小刚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哦 今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呃 欢迎来 这个 呃 这边看一下 因为这边有非常多的品牌啦 Marrows啊 Montblanc啊 Tekhoyer Orys啊 Hamilton啊 Midore啊 Dissot啊 然后Modice Ducroix啊 Rado这些都会有 然后这边有非常好的 salesperson在这边哦 非常欢迎大家来看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